今天我们韭菜读书会来分享 富士康与中国的静和关系 中国的商业环境正面临一场大地震 近期连串的高级管理人员失联事件 包括一家视频流媒体公司和一家制药企业的主管 对中国国内外的商业信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近期的报道中 来自广播平台斗鱼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陈少杰的失踪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陈少杰已经失联约三周 尽管斗鱼在纳斯达克上市 并且腾讯对其拥有近38%的股份 但斗鱼方面对陈少杰的现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只是表示公司的日常运营保持正常 同时山东沃华制药一家在深圳上市的公司 也宣布其董事长赵炳贤已被扣留并受到调查 公司在周一提交的文件中并没有 透露关于此次调查的具体情况 但明确表示公司未被涉及 并未收到中国当局的通知或寻求协助 中国商界的压力正在升级资金外流趋势明显 陈少杰和赵炳贤只是愈发增长的中国 高管失联或被拘留名单的最新两位 在这个名单上 投资银行家包繁的失踪尤其引人注目 他自二月份以来就未在公开露面 今年中国的监管也对外企造成了影响 中国当局突击搜索了位于纽约的禁止调查 公司Mate Intelligence的北京办公室 扣留了五名中国员工并对美国咨询公司Bain的 上海办公室的员工进行了询问 一些外国公司的员工 包括美国咨询公司Crow和日本金融 公司No More Holdings的高级员工 也被禁止离开中国 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越来越 多实施出境禁令的担忧 在连续的消失事件和北京持续加剧的打压下 中国商业圈和外资企业感到颤抖 这也引发了资金的持续流出 到了九月底的这六个季度 外国公司从中国收回的 总收益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 如今许多人已经吸取了教训 不再愿意投入新的业务 对于中国来说 吸引外国人回归也困难重重 因为数据显示 流出中国的直接投资超过流入 这可能意味着企业正在努力 实现供应链的多样化已降低风险 在过去的两年中 中国的国际收支中的直接投资负债 一直在减慢 今年第三季度 中国的直接投资负债出现了118亿美元的逆差 这是自1998年中国开始统计这个反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以来的首次逆差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中国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吸引外资回流 11月8日周三 中国商务部要求各地方政府消除对外国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以稳定投资信心 8月份中国的网络监管机构会见了几十家国际公司的高层 以缓解他们对新数据规则的担忧 北京还承诺对海外公司提供更优的税收待遇 并使外国人更容易获得签证 然而北京的承诺对一些公司来说是空洞的 外国商业团体谴责 已经在中国的外企出现了承诺疲劳的迹象 令人担忧的是 中国目前正在竭尽全力开放新的资金流入 尤其是制造业但资金却出现了净流出 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的迹象 说明人们正在寻找更多的中国以外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一连串无解释的打压行动 也让一些中国商业领袖感到不安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要么低调 要么淡然市场的情绪也显得疲弱 自1978年以来 中国的企业家界从未感受过这种不安全感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兄弟们富士康停招两周了 成都的厂区情况不容乐观 公价一个比一个低 皮线大部分厂区啊都停招了 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情况呢 因为 皮线的问题正在被有关部门调查 这也间接的影响了他的用功情况 还有一个原因哈 郭总在竞选弯弯的画室人 像富士康如果不招人的话 没有订单 那么他周边的厂区也就没有订单 因为皮线很多小厂都是给富士康做配套的 郭总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是给大陆人赏饭吃 虽然话说的难听 但确实如此 富士康在大陆有一百多万员工 渐渐的带动了一千多万人的就业 给他做配套的小厂供货商 厂区附近的商贩宿舍 附近的餐饮娱乐等等 成都大部分企业 都是以富士康为风向标 富士康涨价他也涨 富士康降价他也降 富士康停招 他基本上也就停招了 我预计哈 下次招聘应该是12月了 杰普被比亚迪收购以后 接了很多华为的订单 现在公价21 可以充一下 最近又重新回到了以前上班 和工作的一个 这个商场 我以前是住在这个商场 的附近公司也在这附近 平常在这边上班的话 经常会来这边吃饭 现在又重新回到这边 来的时候 发现有好多店铺都已经不见了 而且也有一些店铺的话 算是新开的 但是以前都没听说过 目前的话 算是这种游乐场 是开的比较多的 像这边很多的这个商铺啊 都已经倒闭了 还有的话可能就是一些药店 然后平常的一些速食店 但是这边很多那种吃面的一些店啊 还有饭的一些店 基本上都倒闭了 现在能存活下来就是这种得客式 必胜客等的这一些比较速食类型的 相当于小孩子的这些类型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房产店 卖房子的 租房子的 这边真的好多店铺都已经倒闭了 以前来的时候 这边其实还是挺热闹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在这附近 应该都知道这附近的话 这边是人口是比较多的 它前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 叫同济大学附属第一中学哦 非常有名 这边很多店倒闭了之后呢 就开了一些很多培训班之类的 在这边开培训班 其实还是挺赚钱的 附近的这个居民也非常的多 小孩也非常的多 真的还是人流量还是可以的 最近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现在很多街边的这种吃的店呢 还有很多的这种服装店啊 卖鞋子的 各种护负品的店 其实现在很难存活 比较好存活的就是一些技术类的 像艺术类培训的一些店铺 知道你附近的这个店铺 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好欢迎来到 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上海假装工作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 一批又一批的失业中年白领 跑到星巴克肯德基图书馆 每天早出晚归 假装在工作 每个月出两日还会上交一部分给父母 堪称是中华大孝子 今年的失业潮 不再是工厂餐饮服务员 而是外表光鲜的白领 资本家不再投资互联网 泡沫破了 大家笑不起来了 大厂为了省钱 首先砍掉不盈利的项目部门 让大家抱团失业 上海民营企业的占比超过94% 上海的就业是靠民营企业撑起来的 但是这两年 不少老板要么住进了精神病院 要么注销了公司 大家都不敢创业 首先淘汰的就必须是35岁以上的白领 一边提议65岁延迟退休继续工作 另一边是年纪轻轻35岁就失业了 以前说大不了去送外卖 现在送外卖你也拼不过小年轻 送外卖一天一两百元 根本维持不了一线城市的生活 今年的失业潮 跟过去90年代的下岗潮完全不同 以前下岗只是断了收入 一切归零 现在失业或创业失败 那可是背负了动辄百万的债务 要么是房贷 要么是创业家杠杆的贷款 一旦失去了收入来源 债主会追你到天涯海角 想躺平也不行吗 人生发达靠看国 但万万没想到 人生负债也靠看国 从去年开始 连十万以上的车都不好卖了 年轻人纷纷不买车不买房 是因为大家彻底不敢贷款消费了 不再相信能益之有 稳定的收入 而且一买就降价 谁愿意当韭菜 失业的白领 为什么硬要留在一线城市 相信你已经看过 这个上海金融女高管的故事 四年前被辞退后 承受不了打击 依然每天坐着十四号线到国金中心 假装上班 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金融术语 有人说他是整栋楼最幸福的人 确实人生哪有永远一帆风顺 不过还是没生意 商场还是没人的 到底人都哪去了 哎呀 你看我们走过道都那么冷清 楼上也冷清 这边过道也冷清 门口也没人 到处都看不到人 左盼右盼 盼来两个顾客 竟然没买单 刚开始以为遇到大单了 一人挑两双 没想到买单的时候 他使劲给你杀价 那就没办法卖了 不可能新款的鞋子也特价卖了 现在的生意真是特别的难做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郭台铭最后的反击 富士康是苹果首选的承包商 涵盖iPhone电脑和iPad等各种产品 与此同时 富士康一直秉持与苹果战略一致 通过在国外建立工厂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近期 不断传出富士康减少中国产能的报道 郑州园区富士康的大规模裁员 导致周边商业陷入低谷 众多依赖园区员工生存的店铺 纷纷倒闭 商贩哀红变严 深圳和成都贵州等地 富士康相继进行产能转移 总额已超过3000亿 富士康最近宣布 将工作时间调整为5天8小时 从而导致员工工资水准将大幅下降 苹果供应链与中国的脱钩 正在默默加速 最新的报告显示 今年9月发布的iPhone15 Pro Max中 来自中国的元件仅占总量的2% 这一资料引起了日本经济界的关注 根据每日新闻对智慧手机拆解的分析 iPhone15系列中 美国、韩国和日本的零件占比最大 超过70%美国零件占比33% 位居榜首 韩国零件占比29% 位居第二 日本零件占比10% 排名第三 而台湾零部件份额扩大至9% 中国零部件占比已经缩减至2% 富士康自1988年开始在中国投资 目前拥有40多家园区 雇佣超过200万员工 在中国前几年的出口百强名单中 前五大企业中 就有三家属于富士康旗下 这使得许多城市经济严重依赖富士康 2022年富士康营收达到1.49兆人民币 主要来源于iPhone领域 富士康生产的产品占苹果总产量的70% 数百万员工为富士康创造了丰厚的收入 在就业税收外汇和刺激区域产业等方面 富士康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 过度依赖中国市场 使富士康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 10月22日富士康在中国多家公司 突然遭到税务审查 中共此举 旨在影响即将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 特别是 在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参选后 打乱了中共青睐的候选人 因此发起了这次税务调查 以迫使他退出参选 另一种解释是 当前中国经济低迷 加上房地产市场的暴雷 引发了金融危机 地方债务不断攀升 因此中共目前需要从富士康 榨取一部分资金 以应对财政危机 面对中共的调查 郭台铭并非无计可施 他警告中共此举将导致大量劳工失业 并强调他本人可以随时离开中国 近日 富士康突然宣布遵守中国劳动法 实施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度 并取消所有加班 过去普通员工通过加班 每月能挣到六千到八千元人民币 取消加班后 员工收入将下降至两千元 引发了许多劳工的不满 郭台铭的这一举措 可以说是一种报复手段 利用数以百万计的劳工的饭碗 威胁中共停止税务调查 如此众多人失业 将沦为城市游民 形成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社会中存在大量游民 通常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 或王朝更替的根源 与此同时 郭台铭正在配合苹果公司 加大产业链转移 并大幅减少郑州和太原 富士康的手机订单 未来中国劳工将持续失去饭碗 可谓是一场神仙打架 百姓遭殃 一名劳工 看到小粉红再次驱赶富士康后 他开始愤怒地责备小粉红 指出如果中国没有外资企业 全民都将面临饥饿 另一位年轻人 也开始愤怒地批评小粉红 质问如果赶走富士康 谁来接受所有富士康的员工 你比如说富士康搬走了 谁来接替 接替的企业 能接替所有的富士康普工吗 能和富士康的福利待遇一样吗 在接替的这个期间下考 在就业的这个期间 时间成本 这期间的工资谁来补贴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啊 所以我希望双方和平解决 稳就业稳经济 在贵阳富士康撤离后 劳工纷纷感慨 以前富士康在的时候 有更多的工作选择 而现在 中国的工厂却肆无忌惮地压榨员工 曾经解决了几万人就业的贵阳富士康 如今成为一片长满荒草的废墟 周边的繁华景象不复存在 几万人又不得不开始背井离乡的生活 中国经济原本就面临严峻形势 如果富士康遣散数百万劳工 情况将雪上加霜 这是广州的一条被称为失业村的街道 上万人失业 大部分都在寻找工作 但招工的机会寥寥无几 数以万计的劳工正陷入生死边缘 艰难挣扎 中国的经济形势 可能比你预想的更为严峻 今天河南一家富佑保健院 爆出欠薪超过一年的问题 而河南卫健委则直接回应称 没钱支付工资 一位北方女孩透露 如今很多人谈论经济不景气 和房价下跌 但他认为比这更为严重的事 现在的中国男性不再追求女性 让他这位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女士 开始感到担忧 今天我们将探讨中国的王国迹象 中国已经面临七大王国之患 在影片结尾 我将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富士康的最新消息 这次有位深圳的富士康女工爆料 她拿到了5000元的工资 兴奋的像中了大奖一样 这可是证明了一个事实 在深圳能拿到5000工资已经算不错了 他告诉我们 在深圳 有无数的劳工都在靠富士康养家糊口 谁敢赶走富士康 谁就是最大恶极 他会第一个站出来跟他拼命 这位女孩可不是省油的灯 她火力全开 怒枪中国政府 她担心不久之后 5天8小时的工作制 将蔓延至深圳富士康 从而导致工资大幅下降 而她的担忧在几天后被应验了 另一位深圳富士康员工告诉我们 就在今天 关栏富士康 也开始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 下午4点就全部下班了 众所周知 富士康最近卷入了税务调查 从11月开始 富士康在中国的所有工厂 都实施了每周5天 每天8小时的工作政策 这一看似正常的政策 却出乎意料地 引起了富士康劳工的强烈抗议 原因在于 很多富士康工人的工资收入 近一半来自加班 而严格遵守8小时工作制 意味着员工只能赚取当地最低工资 大约2000元 扣除保险和其他费用后 工人实际拿到的工资不足1500元 这点工资 难以满足 在深圳和成都等地的生活需求 导致许多富士康工人感到不满 就像片头所展示的那位女工一样 他们分分开 使报院政府打压富士康 最终自己却成了牺牲品 另一位成都富士康员工透露 曾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了爱情 每月拿着可观的薪资 感到非常幸福 如今随着富士康实行5天8小时工作制 许多人却不得不面临失业 流落街头 眼下富士康仅仅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 但许多劳工已经难以承受 可以想见 将来如果富士康全面撤离 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 一位年轻人向我们透露 很多小粉红 一方面在网络上抹黑富士康 却另一方面自愿申请加班 只为保住饭碗 11月实际上是富士康的生产旺季 iPhone15于9月发布 而在耶旦节前通常非常繁忙 富士康工人需要大量生产相关产品 以满足交货需求 因此关于8小时工作日政策的实施 引发了许多劳工的质疑 他们认为 郭台铭采取这一举措 是在与最高领袖席地与死网破 郭台铭似乎在利用这些工人作为棋子 暗示继续审查富士康将导致大量失业 有分析人士指出 郭台铭的反击方式虽然符合法律 却讽刺的对大量劳工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 也有人认为 这是郭台铭试图在提醒最高领袖席地 间接揭露了 中国劳工基本工资极低的残酷现实 如果没有他 富士康提供的饭碗 可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引发工人抗议运动 这位博主的分析果然应验了 近日成都富士康爆发了工人动荡 在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之前 这些工人通过劳务仲介进入富士康 但在新政策生效后 他们发现薪资不再丰厚 只好选择离职 为此 一些工人纷纷去找仲介要回仲介费 导致了一片混乱 一位普通百姓也表达了担忧 指出中国已经有大量人失业 预测到2024年情势将更加混乱 另一位女孩 也表达了对明年局势的担忧 富士康实施的八小时工作制 正深刻地影响住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 最高领袖席地 原本企图通过恐吓郭台铭 让其退出选举 但没想到郭台铭如此坚决反抗 与他展开了鱼死网破的较量 随着经济的急剧崩溃 中国也出现了乱象丛生的迹象 显示出了亡国的征兆 官民对立 社会动荡 舆论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掌控力不断增强 税收方面存在乱象 横征暴敛 货币政策混乱 迅速贬值 这让我想起了 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 提出的著名的七换理论 国家将亡 必有七换 这七换在后来的历史中一再被验证 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墨子所指的亡国七换 第一是国君之换 即执政者自是聪明无比 却不体恤民情民意 自认为强大无比 却不把他国放在眼里 这一点几乎成了帝王的通病 典型的例子如随阳帝和崇祯帝 第二是内政之患 即士生官员只关心自己的私利 导致政务腐败 为了防止百姓议论 还采取了严刑郡法的手段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汉林帝 第三是法令之换 即做官只为了谋取个人荣华 学者们教学也是为了一己之私 法令科则导致有识之事 无法展现才华 秦二世时期 李斯的无敌口才 也只能用来替自己辩护 第四是团队之换 急用人不当 信任小人而疏远贤臣 君主信任的人不忠于他 而忠于君主的人却得不到信任 北宋徽宗时期的团队 就是个特别奇葩的例子 蔡金和同贯一再高升 却结党营私贪赃王法 使整个北宋王朝陷入乌烟瘴气 最终迎来了靖康之耻 第五是财政之换 指的是将财力浪费在无意之事 为了展示待客之道 财政却仅赏赐给无能者和无官的客人 慈禧老佛爷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 他宁可将财物给洋人 也不给家奴 第六是外交之换 即在外交关系中欺负邻国 导致在面对大敌时 没有可依靠的盟友 战国时期山东各国 朝勤暮处就是典型 第七是国防之换 指的是国家忽视修建国防和军备 而过分沉勉于奢华的楼宇和宫殿 南城后主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他的亭台楼阁奢侈至极 却没有钱发军饷 中国已经全面具备了这七换 包括国防外交 内政经济等方面 莫子对这些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分析 若不能妥善解决这七换 国家是将亡国 在古代的皇权社会中 国君之换被认为是七换之首 因为国君之换就如同盗贼掌握国家 引发无穷的祸患